我想对这个说法大家应该都是不信的 那么有人呢 以这样的理由来为台湾这么贵的核酸检测费用来辩解的话 其实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他这么说呢 要么是专业上非常的无知 要么呢 他就是故意的混淆概念 企图糊弄 蒙骗台湾民众 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 是分成针对个体的专门检测 和适用于大规模人群样本的稀释混样检测 也就是分成单检和混检两种情况 这两种不同针对性的检测技术和方法呢 在大陆都是广为运用 都有很高的准确度 混检的作用主要是在筛查 其结果呢 不作为某个个体最终确诊的依据 在大陆呢 大规模的混检一般是不需要个人付费的 单检方面 任何人在大陆 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随时去预约核酸检测 愿检 净检 很方便 在座的朋友们呢 因为工作的关系都有 应该有很多次这样的经验了 参加过单检也参加过混检 那我本人因为工作的关系也参加过很多次的这个核酸检测 其中有混检也有单检 说到单检的费用的话 我个人经历过的在北京是有80元也有120元 那么相比之下呢 台湾的这个核酸检测费用呢 是都不止19倍多 是有21倍多 所以呢 我想这应该是引发台湾民众怨气的一个痛点了 所以呢 我们奉劝这位先生呢 还是老老实实的向台湾民众讲清楚 台湾核酸检测费用如此高昂的真实的原因 耍小聪明 故意的偷换概念 甚至呢抹黑大陆 是以为呢 这样子就能够掩盖真相 蒙骗台湾老百姓 那是行不通的 好